精英教育 点识成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精英学员的凤英 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 如火如荼的六月来了 学生们在考试择校 毕业生们在就业择业 有一个词就蹦出来了 叫名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大学生眼中求职的重要条件中 学校名气被大学生认为是排名第一的 其次呢 采取专业啊 学习成绩啊 个人实际能力和素养啊等等 可能是跨国公司很多是指召名校毕业生 或者是在公开的人才交流会上 名校毕业生往往是被另眼相待的 其实也蛮好理解的 因为用人单位 他秉着忧中选忧的这么一个原则 在一大群工作经验几乎为零的这样的毕业生中啊 他们可能不得不把更多的信任留给了名校 那么到底要不要让学生上顶级的美国名校呢 这个是见仁见智的 因为像我们普通大众啊 往往看到的是名校学生他头顶上的一个光环 极少啊去关注他们背后的一个艰辛 很多名校的学生他们就谈言 自己啊从来没有在半年两点前合过眼 不然啊就无法完成当天的作业 我记得在网上流传过一张 哈佛大学凌晨三点的图书馆 很震撼让人很感动 他们那么优秀还那么努力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名校的淘汰率很高 我们普通大众啊是很难理解美国顶尖的名校 他们淘汰率那么高啊 像哈佛大学他的淘汰率高达20% 就是说当你在哈佛毕业的时候啊 也许和你同期进校的学生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之所以美国大学转学荣誉啊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每年淘汰了不少的学生 因此有了一些空缺的名额 可以给其他学生进行填补 中国著名的柔卫教授 他根据自己的一个求学经验 提出了一个不推荐中国学生 去就读美国顶尖的名校的一个观点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非常的独特的 所以啊我们可以借着 饶意教授的这样一个视觉 去看一看另外一个角度的观点 可以拓开我们的思维啊 首先呢饶意教授他觉得 顶尖的名校至少就是全球前十 特别是排名前五的大学 比如说公认的顶尖综合型大学本科 包括哈佛耶卢普林斯顿斯坦福 而顶尖的理工科院校呢 包括加州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饶意教授说 他自己一任研究生呢 是旧金山加州大学 三十多年来 这个神经生物系啊 恐怕总共招收了不到 十五名中国学生 其中啊生物化学系 估计不到十个 顶尖的研究生系科中啊 长期也比较少有中国学生 比如说MIT的生物系非常强 但是三十多年来 平均每年接受的中国学生啊 可能不到一个 那饶意教授认为啊 就是就读过顶尖学校之后啊 有所作为的其实也不多 饶意教授结合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 他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啊 可能是这些顶尖系科的研究生育啊 会有非常好的美国学生潜难申请 比如说包括本科就在诺贝尔 得主的实验室做过研究的 因此啊 他们不仅不太积极地招授中国学生 而且招授以后啊 也不认为是研究的一个主力 而老师啊 往往会关照表现比较突突的本地学生 尤其是在实验科学 各学科的老师啊 常常就是不太热心 和他们去讨论科学问题 而是更多的视为一种劳力的输出 由此饶意教授觉得啊 这个顶尖系科的美国研究生啊 在各方面表现都非常突出 很容易让多国学人失去信心 甚至啊 自残行贿 从而改变人生的道路 他就举了 他就读神经生物学研究生时候的四位同学 第一位同学 他的父亲就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 他本人呢 是哈佛本科毕业 还去过法国 做过一年的研究 入学前就发表了三天研究内容 入学后啊 这位同学课堂上积极发言 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第一 还对同学特别好 哇 妥妥的一个学霸 还是社交达人 很令人喜欢 生物化学系就有一位 比饶宜教授高级年级的这个英国的学生 是来自于学术师家 毕业的时间也比大家都快 他研究生系间发表的论文 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内容 生化系中呢还有一位女生擅长数学 生物学研究也很突出 后来做过细胞杂质的主编 哇 然后呢 这个饶宜教授在哈佛做博士后的实验室里啊 有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伊曼的外孙 哇 冯诺伊曼 这个是数学达人啊 大神 他说这位同学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间 就发现一个新的重要的酶 从而在生物学界广为人知 饶宜教授的另外一位博士后同学的父亲 就是哈佛化学系主任 他的兄弟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得奖 他当时当众就问饶宜教授实验室的老师 是否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就好像这个老师是他的学生似的 这位同学他的本科在普林斯顿念物理 然后硕士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博士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生物学专业 饶宜教授的同学各个都这么优秀 为什么反倒激发了我的一种 就是一定要去美国顶尖名校去就读 去和这些优秀的同学在一起的一个动机呢 可见啊选择学校见仁见智 饶宜教授为了论证就是不一定要去就读顶尖的美国名相的论点 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美国能源部部长物理学讲得主朱立文有一个哥哥 格尔伯特那当年他小学中学考试分数特别高 高到另两个弟弟在中小学期间都自愧不如 好那这个他的哥哥后来去了哈佛念本科 来了两个博士学位 然后呢还到斯坦福做了教授 也没有太多的作为不为人所知了 可是呢他有两个弟弟 一个上的是罗彻斯特大学 一个读的是洛杉矶加州大学 在饶宜教授的眼里就觉得这就是一般的大学 但是呢这两位一般大学出来的弟弟 一个成为了物理学家 一个成为了大律师 创下了专利案最高补偿记录 看完饶宜教授结合资深经验 传达出来的一个视觉和观点啊 我觉得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就是只要适合自己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名校 那你同意吗 欢迎你来发表你的观点 非常谢谢你的耐心聆听 请订阅金教育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